第二次世界大战,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,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,是德亿日法西斯发动了这场战争。 在二战中,南京大屠杀,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军侵略者犯下的罪行。 那个时候我们不够强大,让日本侵略者为所欲为,造成了这场灭绝人性的惨案。 中国战场上,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,而在欧洲战场上,德军制造了犹太人大屠杀,比南京大屠杀,还要丧心病狂。 是二战时,德军最残忍的罪行。 被德国纳粹杀死的犹太人数量高达六百万。 只看这个数字,就能够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有多么的残忍。 犹太人给世界留下的最深的印象,就是聪明、富有。 然而,二战时,德国却计划杀光地球上所有的犹太人,才制造了大屠杀。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德军疯狂屠杀犹太人呢? 一战爆发德国战败。 不仅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,而且财政收入也非常糟糕。 捐济倒退。 那个时候的德国人,都过得十分艰难。 而一战却让犹太人大发了一笔战争牌。 赚得盆满钵满。 一战德国战败后, 犹太人对德国进行了经济限制。 致使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都失业了。 还有百分之十的工人有工作,但是也会被犹太人压榨。 鉴于这些原因。 希克勒让德国从一战失败后迅速恢复后,便开始积累资金计划,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并宣扬德国人才是优秀的民族。 犹太人是列等民族。 二战爆发后,就开始疯狂屠杀犹太人。 此外, 还有一个原因是信仰不同。 犹太人认为,自己是上帝的子民。 欧洲大帝有几个世纪都被德国所统治。 欧洲人深受基督教影响。 德国人就信奉基督教。 始终认为,上帝耶稣是犹太人害死的。 因此在宗教问题上,大部分欧洲人都仇恨犹太人。 二战时纳粹分子,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。 是德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。 二战期间, 德国纳粹从过去排挤犹太人, 变成了屠杀犹太人。 波兰、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, 拥有欧洲50%的犹太人。 德国在这些地方,都建立了纳粹集中营。 1941年6月, 德军进攻苏联。 德军又开始在攻占的苏联境内, 开始消灭犹太人种。 从1941年6月,到1943年2月, 德军就屠杀了360万犹太人。